《牟尼经社,因果记事集,婚姻与感情》系列 他的因果他承担,你的善良你负责,以下文章为一位有缘人分享 前段时间某个周六下午,家里忽然停水了 先生是个行动态,就想找之前买的除水桶,去外面有水的地方打水回来用 但怎么找都找不到,我没有动手找,而是一直站在一旁想着可能放出水桶的地方 先生看我一直不动手找,不知道我在干什么,马上对我有情绪,怦怦地扔东西 我看他这样,心里顿时窜起一把无名火,我又不是没再找 先想好,会在哪里再去找,这有什么问题吗? 想都不想就乱找,有这必要吗? 我半句话都没多说,我人没动,不代表我脑子也没动 你动半天,不是也没找到吗? 就这样,越想越生气,越想心里越是愤恨不平 什么佛号,咒语都不管用了 最后真的气到不行,要疯了 于是我用尽浑身的力气,用拳头狠狠地揍了他一顿 打到我自己的拳头和手腕都很疼了 还是不解气,还是很想继续打他 虽然结婚这些年来,我也曾对先生动过手 但从没像这次一样这么歇斯底里,这么大力 但他从没对我还过一次手 那天事后,我忍不住想要去请示 因为我觉得他一定是有欠我 我想知道为什么 周日开始结果出来 先生与我果然有相欠 前四世,因利益冲突 先生用棍子打我 致伤重,故遭辞报 须念诵《金刚经》、《药师经》、《地藏经》各一百一十八遍 补为善缘之福德资粮 须经文各一百八十八遍 回向完后,在每日持送两遍谱门品 积累每满一百五十遍 专案回向两人之间的因缘 越多越好 看到此开示 心里才豁然大悟 原来我是先生阳士的业主菩萨 我是来讨报的 几百年前欠我的 今世姻缘成熟 上天给了我这个讨报的机会 让我来了结此因果 但是受报的痛苦 讨报的也很痛苦 我已有好几年 没对他动过手了 以前我也不想打他 每次打完就后悔 但每次都忍不住 打完我才觉得心里舒服一点 这次真的是我的灵石 想起了过去是他对我的伤害 不知道因为多少钱 而把我打成重伤 断送了我的法身会命 极度的称恨心让我失控 但先生尚不信英国 不信佛 只相信科学 这经文各三百零六遍 和每次一百五十遍的 普门品 还是得靠我自己念诵回 向给自己 想想心里又不平了 明明是他欠我的 现在居然要我自己 还给自己 但我选择放下 选择原谅他 阿伯的话 现场开始精华节路 无论是讨报还是被讨报 双方都痛苦 不想要痛苦 就要送经回向消业障 并且诚心忏悔不要再犯 避免累事都在业障回圈中 跳脱不出 愿他没路用 要把因果赶快消掉 才是重点 现在知道了此因果业游 唯有努力送经消业 感恩经社佛菩萨 感恩阿伯 感恩师兄姐 分享完毕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和脾气 这是个人要修正的地方 也是每位学佛修行者 实际要面对的问题 因果相欠 确实会让人不由自主 从心底排斥对方 但还有一个 大家都不能忽略的地方 那便是个人的习气 修行讲白话 便是将个人的不良习气导正 比如 以前遇到问题 很爱抱怨的人 如今要修正的是 必紧抱怨的嘴 尽量只动手解决问题就好 遇到物财你底线的人事物 以前的你可能立刻炸锅 脾气先发一顿再说 但如今修行了 得要有修行人的样子 凡事先检讨自己 先停几分钟 等自己的情绪缓和了 再换个方式沟通 若是遇到记忆力不好的伴侣或同事 明明一件事情 你已经反复说了许多遍 但对方就是记不住 还是要你一再重复说 这时候你也许在心里有了小剧场 天啊 怎么又来了 跟你讲了很多次了 同样的问题 你都问了恩变了 诸如此类的内心纠结 大家一定觉得不陌生 假如当时你按照个人习气 脸色不耐烦 与带不痛快的反射回去 你怎么一直问相同的问题 到底有没有在听 要我讲几遍 如此本能的反应回去 就算对方知道自己确实不够专心 也很难给你好脸色回应 相反的 管好心 管好情绪 管好嘴巴 不多说任何一个情绪化的字眼 让自己单纯地陈述事情就好了 如上面文章所述 要耐住性子 停住内心的小剧场 跟先生说你在想除水桶放什么地方 想好再找才不会白费力气 而不是皱起眉头 摆出难看的脸色 甚至动手打人 搞坏自己跟对方的好心情 然后再来后悔 道歉 这是给自己挖洞 再自己跳下去 与人相处时 要常常提醒自己 如果对方没有恶意 就不该给对方不耐烦的语气或脸色 特别是针对自己的家人或朋友 很多时候 他们不是来找麻烦 只是来跟你谈天的 念经多年 经文不是念过 回向完毕就算了 要有能力侦测到心中的不耐烦 一旦觉察到自己有负面情绪 就要让自己稳住 放慢讲话速度 因为那个当下 通常有很大的几率会犯错 这种时候最该注意的 便是让自己不要失去理智 让穿透力道凶猛 暴力型的语言脱口而出 家人 朋友会多问 表示他正在关心你 想多了解你 否则 他们干嘛 要冒着被你暴力言语扫射的危险 拿自己的热脸贴你的冷屁股 人真的很奇怪 我们常常在别人表达关心 问候的时候 一不小心就给对方脸色看 既不够贴心 也不懂得珍惜对方 等泼了对方一盆冷水后 再来自怨自艾 别人都不关心你 要有包容对方的耐心 更要有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 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 不要拿自己的优点 去放大别人的缺点 那样双方永远没有和平相处的一天 不管谁欠谁 今生再度重逢 都是很深的缘分 自己有幸能遇见佛法 能用因果债 功德还解决人跟人之间向欠的因果 你欠人的就要甘愿还 至于对方欠你的 若对方学佛的因缘味道 还不相信因果 你更要抱着悲悯心 放下嗔恨心 与不情不愿的心 告诉自己 愿意念经给自己 跟自己的灵石和解 让双方从此能和平相处 念经过程中 再次体悟精益 自己的智慧长了 脾气改了 心性提高了 两人间的磁场变好了 说来 你真的没有损失 人与人间的关系 犹如照镜子 双方都在互相模仿 影响 巷嵌的因果化解了 就不要再抓着因果不放 把自己的坏脾气 口气 脸色改改 不要被坏脾气一再蒙蔽 即使在最火冒三丈 最抓狂的时刻 也要提醒自己冷静 将自己定格 深呼吸一口气 气话不要说 急话慢慢说 务必要提醒自己 脾气与尊严 无论如何 都不会比对方 与你的关系重要 不要因为别人的无知 丢掉自己的修养 不要因为别人的恶意 丢掉自己的善良 南摩大愿地藏王菩萨 摩尼经世 经由南海普陀山 观世音菩萨大事 亲自指点 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 借由实际解决众生 累结累至因果业障问题 至因果病 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 普度实际游致行 我们不接受供养 不收钱 不推销 不强迫修行 只求能结善缘 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专解因果事件 因果问题 至因果病 无论感情 婚姻 家庭 事业 家族 身体 户籍 学业 等问题 均能请示 有一生看到没一生 有神问到没神者 不妨一试 因为经社异空 分别住在不同县市 且平日各有工作 只有星期天早上 才开办祭祀 现场请示 台湾彰化县西周乡 朝阳村 陆军路 一段271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